Hello 大家好 今次會和大家做一個比較像蛋糕質的brownie 材料有無鹽、牛油、糖、雞蛋、朱古力、麵粉、泡打粉、咖啡粉、鹽、蜂奶油和牛奶 開始之前就把焗爐熱到170度 和把牛奶丁或者煮到暖 然後把焗爐子鋪在蛋糕模上 最後一樣就是用熱水再用朱古力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就把牛油和砂糖用打蛋器打溫 大概打到牛油變得很淺很淺的黃色就可以了 那下一步呢就是把雞蛋逐隻逐隻地打進去 在打入最後的蛋的時候呢 就同時加入瓶奶油和牛奶 和牛奶 先把蛋黃色放在上面 這個時候你的朱古力應該已經用完 這樣就可以把它倒進去你的蛋漿裡 現在將乾的材料包括麵粉、咖啡粉、鹽和泡打粉拌勻 然後將它倒入朱古力蛋漿裏 記得攪拌乾材料時不可以太大力 時間也不可以太長 不可以死力地打算 當你看不到它明顯一塊塊的粉 就要停手 否則蛋糕就會像麵包一樣的口感 現在就可以將做好的麵糊倒進蛋糕模裏 最後一步就是將它放進預熱烤箱裡 焗半小時 然後把蛋糕放進去 當你插芽牙籤進蛋糕裡 拔出來 而它又沒有東西黏著牙籤的話 那就是你的蛋糕已經焗好了 焗好呢 我們就將蛋糕從焗盤拿出來 然後將它攤冷10分鐘 然後將它切成方形一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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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它更美的話 可以灑上一點糖香 然後就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甜品 如果你家裡試做完之後 我會讓你令它選擇 再來一次 或者介紹一下 未必必有的甜品 好了 您好 請給你們訂閱 hh